从前,总是会因为意见的分歧,和爱人争吵,和亲人争辩,和朋友争论,闹得冷战或不慌而散。 现在终于明白,家是讲爱的地方,不是讲理的地方,也终于懂得,亲人和朋友比任何道理都来得珍贵。 对,很多时候,哪有那么多大是大非,何必把坏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,自己先弯个腰,道个歉,也无妨,于是不钻牛角尖,眼也舒坦,心也舒坦,实在心情不好的时候,选择再加踏地板,连银块抹布,弯下腰,静静擦拭地板,在劳动中,回忆过往,抚平心绪,重拭珍惜,后半生,学会一团和气。 对陌生人也和颜悦色,温柔相待,适度弯腰,是一种若鱼的大智慧,一种低调的好修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